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四位同学 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论语讲记》 《学儿篇》第十六章 只曰 不患人知不己知 患不知人也 这一章是《学儿篇》最后一章 只曰 不患人知不己知 人情多半是私人容易 直被自己差 这是一般的人情都是这样 那看别人的缺点 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但是啊 那么要看自己的缺点啊 往往就看不到啦 就是很差啦 你有能力而人不知 你以为大忧患 这还算是小事 那写如老人给我们讲啊 根据 这一段 来讲 就是我们有能力 而人不知 他遇到了文王啦 文王请他做国师啦 为帝王师啦 做帝王的老师啦 那么开启了 周朝啊 八百年的天下 这是江太公 那么遇到文王啦 有这个机会 让他 来施展啊 他的道德学问 那么也帮助周家呢 他 开启了 八百年的天下 周朝啊 这个国座有八百年 下面讲 孔子周渝列果 人不知用 但是 为目夺 开后代的文化 那孔子的遭遇就跟 江太公不一样了 历史上我们都 读过 孔子周渝列果 到这个这个 各国去 他的目的 希望啊 有国君啊 能够 重用他 来施展啊 他的报复 为国家人民服务 但是呢 走了所有的国家呢 人不知用 这些国君啊 不知道去用他 后来周渝列果十几年啊 再回到家乡 去教书 但是为目夺啊 就是 办教义 六十八岁啊 回到家乡 教义啊 办了五年 七十三岁过世的 办教义啊 那 开后代的文化 就是 开启啊 后代啊 继续 红传 中华传统文化 啊 啊 所以我们中国这个 老祖宗的文化呢 啊 是经过 孔子的整理 啊 学习 弘扬 一直传到今天了 啊 所以孔子的 功劳很大 啊 对中华文化的奉献啊 呃 非常的伟大 以上啊 以上啊 起初两个 都是有道德学问 啊 一个有机会啊 出来啊 为国家做事 那一个就 没有机会 那办教义 但是办教义啊 啊 的确啊 那比 江太公更为殊胜啊 啊 从汉朝到 清朝啊 历朝历代的帝王啊 国家主流的教育 才几儒家 啊 也就是以孔子为代表 啊 代表儒家 这个 一两千年来啊 啊 教化了多少人 啊 不但啊 中国 全世界啊 都受到孔子的教化 啊 所以现在全世界 特别西洋人啊 讲到孔子 那没有人不知道的 下面这句讲 患不知人也 可要患的是 不认识人 啊 这个这个是 最大的患 我们不认识人 这个就很难办事 你自己的事 家庭的事 都办不了 办什么事 要找什么人 首先先认识人 这个人啊 他能办什么事情 要找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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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 犯不了事了 金人 起妻 取色 要男人的财产 都是不知人 解路老人啊 他老人家 给出 金人 现在人啊 起太太 又起漂亮的 以这个为主 那么这个太太呢 他为什么嫁给这个人呢 他要这个男人的财产 看他有钱 这个都是不知人啊 啊 那么男人有钱 不代表他有德 女子 美色 那么也不代表他有德 啊 所以不能以 美色 财产 来做选择 啊 这个都是不知人啊 他没有去认识这个人 开店用好店员 就会发达 否则 变完了 那这次 写如老人提出 我们开个商店 啊 现在想开个公司 啊 用好的店员呢 就会发达 那这关键很大 如果你请到一个店员不好 他不会帮你办死 可能很多事情都给你办啥啦 啊 所以 写如老人讲啊 你 如果不是请到好店员啊 那你这一家店就完了 啊 很快就 倒闭了 那这个道理是一样 啊 明崇祯自杀前说 这个又提出 明朝啊 最后一个皇帝 崇祯皇帝 他自杀呢 死了 自杀前说呢 无非王国之君啊 习以所用为王国之臣 从政皇帝 从政皇帝 要自杀前说这个话 说他 不是王国之君 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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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的都是王国之臣 但是那些王国之臣 不是你己用的吗 这写如老人啊 给我们 提示出来 那这个也就是说 你用的人用的不对啦 不认识人 用错人了 所以才导致王国 协会作诗就能知人 那这句话非常重要 因此我们 要 协作诗 协作诗啊 这个诗经 是 要去读的 诗三百 有三百首 那么 学诗 会作诗 就能 知道人了 这个也都是我们 必须要学习的 我们学儿篇 十六章 那么 讲到这里 这个 一篇啊 就讲完了 那么下面呢 还没有接违证篇啊 写入老人啊 有把这个学儿篇的提要 这是 等于是复习啦 给我们 提出来 我们 下一集 啊 再来学习 啊 这个 学路老人啊 学儿篇的提要 我们今天 啊 要去 斯里兰卡 下一集 啊 到了斯里兰卡 再跟 大家来学习 我们 走到哪里 都在这个 微信上啊 大家交流 现在微信啊 全球都 通用 也非常方便 好 感谢大家收听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